金城镇赤山掩埋厂在饱和还有完成复土之后 已经在109年的年底进行封闭 为了继续展现它的价值跟功用 原地主古刚董事基金会将和民间厂商合作 共同设置地面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27号上午举行动土典礼 希望赤山掩埋厂在退下环保任务的同时 重新被赋予新的角色新的定位 贡献新的价值 请动土第一产开工顺利繁荣地方 第二产即日动土平安顺利 第三产环保永续献运昌龙 动土典礼27号在赤山掩埋厂进行 董事中青会还有在地乡亲等 共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这个新的形态我们来特别感谢 我们口亲的乡亲和市长 在各区等的时间里面 这个圆埋厂 当然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这个圆埋厂 当然有一些 大家感觉还没有那么适时的地方 但是为了监盟整个环境 我们口亲的市长 我们口亲的乡亲 文仔和林修 一路走来 有惊你这个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最简单的做法 本来是这样抗起来就好了 但是我们口亲的乡亲 继续来推我们建盟的环保 来进行行动 不是简单的抗起来 我们引进一个新的模式 这是来做太阳轮的发电 也帮金门的环保 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太阳轮发电呢 这个在台湾其实这个模式已经蛮多了 但是在我们建盟是第一场 用掩埋厂 来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算第一场 市场也特别来标示 莫乘啦 我们这个景区 隆纳量各方面 他们都会来到三天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而且为了要做这个新人员 我们在下行由机组来除能 根据厂商规划设计 未来在赤山眼埋厂将设置 5712片太阳能面板 相当3.3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锡收量 整个岸场预计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试作 顺利的话 渴望在明年的农历年前并往运作